王翔林和战友们干掉北极熊团后,由于伤亡实在太大,所以一直都在修整,直到第五次战役才再次来到前线。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,由于进攻太快,导致物资补给不能第一时间送到战士们手中,最后美军抓住了志愿军的这个致命弱点,开始了全线反击包围作战。 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继续战斗,只能想办法尽快向后方撤离,可哪比得过敌人机械化部队的速度啊。 1951年5月底,王翔林所在的239团来到了高阳山地区,虽然他在晚年的时候一直都在说这个地方,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高阳山在什么地方,可能是部队内就说是高阳山,老人也并不知道原来的名字,所以也就一直说是高阳山了。 战士们来到这里之后,发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被敌人占领了,想要通过就必须将他们干掉。 239团在之后的攻坚作战中损失很大,好在王翔林率领四连的战士,配合五连和六连,拿下了高阳山,最后团部也被安置在了这里。 不久之后,李昌岩连长奉命调往其他部队,与之同行的还有其他80名战士。 这时,有情报称美军可能会在后方进行空降,想要对志愿军进行包围作战。 王翔林在此时也接到了上级首长的命令,率领四连余下的20名战士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,他们一直都在阵地上准备战斗,可最后也只是遇到了少量的敌人,并没有见到美军的空降部队。 但好在大部队已经安全地撤了出去,王翔林也准备好率领连队向后撤退,可发现敌人已经在路上布置了封锁线,他没有办法,只能走一些隐蔽的小路,还在路上遇到了一些调队的战士。 十几天之后,王翔林回到大部队的时候,还带回来24名兄弟部队的战士,这期间,他们唯一一顿比较好的,就是在一间被遗弃的小木屋里,找到的一罐不知是什么时候剩下的黄豆。 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,王翔林正式成了四连的连长,但是二三九团从那之后就没打过什么大仗了,一直都在后方负责防御作战,直至1952年9月返回祖国。 而王翔林一直坚持到1953年初,才和27军的其他战士一起回到了祖国。 1953年2月的时候,为了能够更好地建设新中国,部队中的不少战士都进行了扫盲学习, 王翔林早年间也没接受过什么教育,所以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他被部队送去了文化速成小学学习。 在这期间,王翔林和老连长李昌颜擦肩而过,两人始终没再见过面。 王翔林在1952年李昌颜走后就再也没见过他。 他原以为李昌颜被调去了空军部队,其实他一直都在八十师里。 2020年10月16日,找到李昌颜老人之后,才知道他在1953年的时候去了嘉兴,成为了八十师坦克火炮团里的营参谋长。 后来,他被送去了北京进修坦克知识,1954年结业后被分配到三十九军一百一十六师,在那里任坦克火炮营的参谋长,从那之后就一直留在了东北地区。 从1956年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,王翔林又被送去了武汉高级步兵学校进修,期间还和其他战友一起参加了金门炮战。 时间来到了1960年,239团先后驻扎在无锡一带,王翔林在结业后也回到了二营,在四月的时候正式被任命为营参谋长,第二年十月的时候成为了二营的副营长,直到1963年正式转业回到了济南。 从那之后,王翔林一直都在历程勤勤恳恳地工作着,二十多年之后从供销社离休后回到了老家,直到2017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 王翔林老人在回家之后很少和别人提及自己早年前的战斗经历,也只是偶尔给自己的孙子讲一讲部队的故事,以至于老人的至亲都不是很了解他在革命战争时期所经历过的种种。 家人们只是知道王翔林老人曾在无锡当过兵,在战斗中曾被敌人击伤,还因为在朝鲜因饥饿所落下的胃病做过手术,其他的基本上就再也不知道了。 直到在他去世之前,花了一个多小时将自己的那些战斗往事呈现在人们面前时,大家才知道这位老人竟是战斗英雄。 王翔林的一生是坎坷且传奇的,他经历了血与泪的解放战争,血与兵铸就的抗美援朝战争,曾经给予过敌人沉重的打击,也曾被敌人的子弹伤害过。 不过,他老人家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,见证了祖国是如何走向的繁荣昌盛。 我们相信,他从不后悔自己成为解放军,从不后悔自己所经受的种种苦难。